数学考九分的我被告知其实是一本书里心机叵测的恶毒女配 我,啊?你是在说我吗?系统让我去宴会上泼红酒 我头天焦虑的睡不着,并且我还担心 我拿考八分的反派未婚夫能不能看得懂财务报表 一,我爸清华,我妈北大,爷爷建桥硕士,奶奶中文教授 一家子的学霸基因,也不影响我基因突变后数学考八分 从小我的家长会都是一家子划拳决定谁去 但是爷爷从不参与,因为他说不想一把年纪了 还要去学校当孙子,我爸辅导作业被弃得上蹿下跳 我妈安慰他说,祖坟哪有一只冒青烟的,估计是到了冷却期 圈子里的孩子每个不是人中龙凤,但我也不差,我占了一半,我在人中 所以我跟圈子里的小孩都玩不到一起 但是我有一个超爱的竹马,因为我考九分的时候,他考八分 二,所以当十六岁这年,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个机械音对我说 百音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欢迎来到恶女的世界 你就是天选恶毒女配,我整个人都猛了,啊?你是在说我吗? 虽然我长得不像笔弃宝路人,但我的脑子却有一曲同工之妙 系统,除了你没别人,你可是极拘心叵测,奸诈狡猾,阴谋诡计,心狠手辣为一体的恶毒女配 虽然他这些话好像跟我没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乍一听,都是聪明人才能干得出来的事情 于是我信服地抿了抿嘴角,目光如巨道 谢谢你的肯定和表扬,还从来没有人这么高估过我 系统,没你是了,玩去吧 系统跟我说,我所处的世界是一本大女主爽文小说世界 而女主则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乔婉一 乔婉一是我爸和前妻生的女儿 只不过在小时候走丢了,她从小就在贫民窟长大 但是因为女主气运救了许多个各行各业的大佬级别人物 在各个大佬的栽培下,她也成为了一个小大佬 而当她出路锋芒,被乔家接回去之后 起初的大佬女主乔婉还对亲情尚且有渴望 但是,在我这个恶毒女配的脚合下 乔婉一终于看清楚了所谓亲人的真面目 系统说,乔婉一离开乔家那天 雨下得比奇贵人被打死的那天还要大 而尚且才19岁的乔婉一 那个倔强又柔弱的背影看起来整个人都要碎了 而这个时候,本书的大佬男主 开着标配的劳斯莱斯默默地跟在乔婉一的身后 等他倒下去的那一瞬间,整个蓝腰暴走 从此乔婉一正是一路开大 并且和男主的感情线也开始发育起来 而我这个恶毒女配和整个乔家从此开始倒霉 剧情豪吐,我好喜欢 三,我搓了搓手,问系统 那我一般是怎么陷害女主呢 系统道,大概就是自己崴脚 然后嫁祸给女主,说是女主推的 系统夹起了嗓子,你到时候一边哭一边说 我也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不喜欢我 不不不,不是姐姐推的我 是我自己摔的 我露出了一个一言难尽的表情 你觉得这种招数是可以瞒过我清华的爸爸 还是北大的妈妈 或者剑桥留学的爷爷,还是当教授的奶奶 系统,草率了 当然,这些小场面是奈何不了女主的 等他和你爸出去过生日的时候 你就装病,吵着闹着要找爸爸 到时候你爸爸满心期待的女主 一个人留在餐厅 女主一个人在餐厅做到打样 孤零零的看着那个冰淇淋蛋糕 一点点的融化 从此以后,女主对亲情的渴望彻底心思 系统说的挺有画面感的 说的我心里都有些不好受了 系统,暗卫 我说这些不是让你感同身受的 我搞不明白 我为什么非要跟女主抢爸爸呢 爸爸本来也是他的爸爸呀 系统引诱到,他回来了 你以后能继承的财产至少要少分一半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妈说了,只要我不去乱创业 我家的财产够我挥霍好几百辈子了 反正都划不完 而且你都说了呀 他可是爽文女主 乔家的财产要是在他手上 那岂不是能翻好几倍 我每年还能拿更多的分红 他岂不是相当于在帮我打工 我越想越高兴 恨不得马上去把我那女主姐姐给带回来 系统,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四,可能是白天和系统的交流 太过于深入 以至于晚上我直接梦见了乔婉一 小时候的乔婉一背着自己的口粮 在十八弯的山路上艰难控苦地求学 遇到冬天 山上的雪扑速扑速地下 小脸蛋被动得红彤彤的 洞窗从手上脚上蔓延到脸上 但是坚韧的女主从来没有放弃过 等再大一点 上中学之后 乔婉一一个人打四份工 不仅要对付餐馆老板的骚扰 每天洗完洗到手指发白 还要被老板娘骂狐狸精 整天只会躲懒 在乔婉一咬着手指哭的时候 我猛然惊醒 我后怕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然后问了系统乔婉一现在在哪里 系统只说了一个地址 今天是周末 我砸了自己的床头柜上的金珠 一打一打的红色钞票爆出来 我也顾不了把钞票打理整齐 就这么胡乱地装进了书包里 我颠了颠自己书包的重量 应该是够用一阵子了 姐别怕 我来救你了 我家隔壁就是我那小竹马所在的宋家 宋铃鱼就像只能听声变人的大狗狗 每次我从他家门口路过 他都会小跑着出来等着我 宋铃鱼是宋家领养的 他长得漂亮 就是沉默寡言 不知道小时候经历过什么 有点呆呆的 最喜欢待在家里雕刻玉石玩 但其实最开始 他的刻刀是一刀一刀地 划在自己的手臂上的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了 我带着他刻了一下午的石头 之后他好像觉得 刻石头比刻在自己身上更有意思 我朝宋铃鱼招手 他朝着我跑过来 头发湿漉漉的 右手应该是刚用了刻刀 手心红红的 手腕上搭上一根牵引绳 我晃了晃 宋铃鱼我不会再走丢的 要牵他肯定的 我无奈 只好妥协 九岁那年中秋 我带着宋铃鱼出去买花灯 人太多不小心走散了 把宋铃鱼弄丢了 我整个人慌得不行 而宋铃鱼又觉得 是他把我弄丢了 等家里人把我们俩都找到的时候 宋铃鱼整个人都在抖 死死地抱着我不松手 他好像根本听不见别人说话 只有我为他吃饭的时候 我才微微张嘴 宋铃鱼这种状态 差不多持续了一年 期间我必须要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不然他就会变得一场的暴躁和失控 从此之后 我和他出门 必定有一根牵引绳 把我们俩牢牢地拴在一起 五 目的地是一个茶楼 位置在景区附近 茶楼的入口是一个仿骨的门点 上面一饮茶楼四个 烫金大字龙飞凤舞 客人很多 逐质的桌椅已经摆到了院子里 穿着心中是制服的服务生 提着茶壶在其中穿梭 正前方有个戏台 只是还没到表演时间 我拉着宋铃鱼 四处寻找乔婉一的身影 他应该是在这里做兼职 就在我已经准备 把系统拉出来 问问乔婉一在哪里的时候 却看到斜前方的一处桌子 围满了人 我努力地点起脚尖 还是看不到里面 直到身子一清 一道惊呼 还尚且在喉咙里 没能发出来 我已经坐到了宋铃鱼的肩膀上 我愣愣地回神 不知不觉间 宋铃鱼居然比我高这么多了 视线突然拔高 所能看到的景致也开阔了 只见那中间的位置 绝美的少女 穿着一件压青色的旗袍 浩白如玉的手腕上 几个细白的玉镯子 套在上面 随着摇头子的动作叮当响 穿旗袍 摇头子 几乎是一瞬间 我就认出了她是乔婉一 只是说好的小可怜呢 六 等人群都是散了之后 我和宋铃鱼像两个小间谍一样 鬼鬼祟祟的跟着乔婉一 走出了茶楼 景区这边确实是拥挤 没一会儿 乔婉一居然没有了身影 我们为什么要跟着她 宋铃鱼突然问 我拍了拍宋铃鱼的肩膀 刚才那个超好看的姐姐 是我亲姐姐知道吗 她超厉害的 宋铃鱼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后又悠悠地说了一句 你很在意她 不是 怎么感觉她有点醋得慌 宋铃鱼几乎没有什么情绪 很少有这么情绪外露的时候 于是我踮起脚尖 去蹭了蹭她的脸 安啦 安啦 咱们俩天下第一号 她低下头也蹭蹭我的脸 若无其事地道 嗯 我知道 嘘 别说话 我突然捂住了宋铃鱼的嘴巴 她也不知道是要说什么 总之在晋升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掌心有软绵绵的触感 我的耳间莫名有点红 但是很快就又被不远处的乔婉义 和宋思玉给吸引了 宋思玉 宋铃鱼的哥哥 是宋家真正的太子爷 从小就表现出 异于常人的智商 妥妥的别人家的孩子 圈子里同龄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 因为宋思玉的存在而憋屈 用系统的话来形容 宋思玉就是 金贵 冷漠 端重自持 但是一旦遇到自己的女主 这些刻板的性格加持 全都会化成灰 而此刻的乔婉义 正将那整个人 都在散发寒意的男人 抵在墙上 葱白的手指 若有若无地 勾住宋思玉的下河 宋总的承诺 还能兑现吗 宋思玉就这么冷眼 盯着乔婉义 而后代骨节分明的大掌 扣住乔婉义的腰 将她半拢进自己的大衣里 男人的声音有点雅 承诺一直都在 乔婉义笑了 好 我陪你 打住 一什么 什么量词 以我被同桌熏陶的 霸总小言来看 肯定是一晚 想到这里 我像只脱缰的野马 朝着乔婉义那边冲了过去 不可以 不可以 爸爸说不可以 好的爱情是纯粹的 没有杂志的 是不能建立在 全色交易上的 我一只手 还和宋林宇拴在一起 只好用另一只手 去牵乔婉义的手 末了还瞪了宋思玉一眼 宋思玉看到我和宋林宇之后 只是微微的有些许惊讶 宋林宇喊了一句哥哥 宋思玉恩了一声 我哽着头 没叫人 把宋林宇和乔婉义都牵走了 气 等走远了 我才放开他们 乔婉义好整以侠地看着我 我把书包背到自己胸前来 拉开拉链 整整一书包的红色钞票 就这么裸露出来 这些都是我的压岁钱 都给你 如果不够的话 等过年 我发了压岁钱 也可以都给你 爱情最开始 应该是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 不然以后的关系 就会越来越失衡 这是系统说的原著的话 据说乔婉义和宋思玉之间 最开始是包养关系 就因为两个人 最开始的关系不对等 造成了之后 各种相互的试探和误解 以至于虐恋了80万字之后 才能情深 这时候的乔婉义 也才看看18岁 只不过那出尘的面容 已经完全给展开了 我双手都握住了乔婉义的一只手 言辞凿凿 姐姐 没有人可以强迫你了 她笑起来 哦 那如果是我在威逼利诱她呢 啊 一句话把我CPU干烧了 不过话又说过来 宋思玉确实长得秀色可参的样子 越是看起来冷情冷废 实则越是隐忍负重的深情 这么一想 则更带感了 乔婉义笑得像只妖孽 宋思玉最近总想要个名分 让我烦得很 谁家好男人不是默默付出 洗衣做饭碗被窝 不求回报 就她整天想着公开 你说呢 是吧 乔婉义把问题抛给我之后 宋林宇也死死地盯着我 我抹了抹额头上的虚汗 别人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姐姐这么做 肯定有姐姐的道理 姐姐你一定是有苦衷的对吧 乔婉义突然就笑得很开心 她谈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还有事 自己跟你的小跟班玩去 说完 她又从我敞开的书包里 加了一张纸钞 这张我带走了 买我茶楼20%的股份 爸 100块钱换了茶楼20%的股份 我虽然不缺钱 但是钱这种东西 那肯定是多多一扇啊 呜 大佬姐姐的大腿 我抱定了 待我回神之后才发觉 旁边的宋小狗目光越发优越了起来 你不能跟姐姐学 她那是屎乱中气 我哥 很可怜 她不想负责 只是贪图哥哥的美色 坏女人 听宋林宇这么说了一连串 我还觉得挺新奇的 但是 我姐已经在我心里 树立了十分高大的形象 于是狡辩道 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 咱们不能轻易的说 谁对谁错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谁知 平时都很好糊弄的宋林宇 这时候开始长脑子了 她的眼圈逐渐的就红了 委屈巴巴的说 你要变成坏女人了 我 我胡乱安抚 几句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和宋林宇 可是从来没有冷战过 她每一次看到我 都恨不得冲上来贴贴 毕竟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我以为过几天 她就不记得了 谁知这一次 她居然单方面宣布 跟我冷战了 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 平时我还没走到她家门口 她就早早地等在门口了 谁知道 今天我在她家门口 使劲地跺脚 快把那块草坪都给踩烂了 还不见人 宋家的保姆阿姨 见到我还很意外 说小少爷早早地就去学校了 以为我和她是一起的 我挠了挠头 尴尬地笑了笑 小狗 也有脾气了 就 在下午自习课的最后十分钟 我趁上厕所溜出去透气 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乔婉一今天没穿旗袍 倒是穿着黑色的冲锋衣 脚上是一双马钉靴 戴着鸭舌帽 看起来又酷又撒 她就这么蹲在学校的墙头 秋日的阳光洒在她的身上 外头那株开着正宴的芙蓉 成了她的陪衬 她的动作干净又利落 一下就跳到我面前 连煤烧都是自意的模样 怎么 没翻过墙 我摇了摇头 带你试试 乔婉一又问 说实话我有点孕育试 只是当我踩着乔婉一的手 爬上墙头的时候 就看到不远处 提着两杯酸奶的宋凌宇 是我和她都喜欢的那个牌子 宋 我压低了声音 她把保安给引过来 宋凌宇应该是看见了我 也看见了乔婉一 我叫她 她居然头也不回地 飞快跑走了 小男朋友还挺爆红哦 我尴尬地笑笑 然后发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爬上来容易 可是跳下去 看起来还挺高的 谁知乔婉一个 趁我不注意 直接将我拦腰一抱 我紧张地眯起了眼睛 手指死死地抓住她的衣角 一阵风过 我已经被乔婉一 安然无恙地带下去了 我惊魂未定 但是确实挺刺激的 整张脸都红扑扑的 乔婉一掐了掐我的脸 有什么想尝试的 就来找我 可别被黄毛给骗走了 话说 她怎么知道 刚才自习课 我正在看一本 关于大小姐与黄毛的小说 而且刚好看到 男主带女主翻墙 本来也要下课了 于是我和乔婉一 直接去了一饮茶楼 一饮茶楼的糕点很出名 每天都是限量 所以每天供应糕点的窗口 都是排长队 按理说 这个点早就卖完了 但是我去的时候 每样居然都还剩下了一块 我一边吃 一边思考 怎么跟乔婉一提 让她回家的事情 十 乔婉一让我签了股份 转让合同之后 自己就销声匿迹了 直到我要离开的时候 过去寻她 看到书房里 隐隐约约的两个人影 乔婉一坐在一张 迷离又暧昧 乔婉一另一只手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只口红 单手悬开 然后递到宋思玉的手上 眸光流转 适应她给自己涂抹 她的手指已经松开了 宋思玉的领带 所以宋思玉的身子抬了抬 她的喉结明显地上下滑动了一下 宋思玉一点一点地涂 口红让她的唇看起来 更加娇艳欲低 等涂完之后 乔婉一直接两根手指 捏住宋思玉的领口 然后在领口上印下一个唇印 我看得双脚发热 试图用手背被自己降温 然后捏手捏脚地离开了 这就是成年人的爱情吗 等我走后 里面才传来说话声 也不怕带坏你这便宜妹妹 坏一点才不会被男人骗 乔婉一说 而且你弟可是半猪吃老虎 只有我妹才是真正的小笨猪 十一 我给宋凌鱼打包了茶楼的糕点 等晚上去找她的时候 意外的宋大少爷也在 宋凌鱼难得的 没有在雕刻她的石头 而是在跟着阿姨学做菜 宋思玉一脸艳足地坐在沙发上 怎么不叼你那石头了 今天又是洗衣 又是做饭的 你受什么刺激了 过来给哥哥说说 让哥哥开心开心 你那小青梅不要你了 不是这人 怎么和我想象中的爸总不太一样 感觉倩倩的 宋凌鱼的动作停滞了 眼睛慢慢地看向宋思玉 他不会不要我的 他只是出去玩了 他只要还回家就好 宋思玉一口茶水 哽在喉咙 不是 怎么自家弟弟 有种朝着恋爱脑癌发展的错觉 王宝川一觉醒来 排名第二了 我嗨嗨两声 宋凌鱼的目光 就完全放到了我身上 宋凌鱼朝着我走过来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 洗衣 做饭 暖 我都会 你别不要我 我的小心脏感觉都快要融化了 于是我把宋凌鱼的头 再次勾下来 蹭了蹭他的脸 都说了 咱俩天下第一号 嗯 十二 等回家之后 我就去了书房 跟我爸说我找到姐姐的事情 之后的事情 当然就是交给大人去做了 我怕妈妈不喜欢姐姐 所以这几天也开始明里暗里的 在妈妈面前说姐姐的好话 我妈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无奈地掐我的包子脸 公主就算成了后妈 也不可能成为恶毒后妈 因为她自己本身就是公主 我呜了一声 捂住自己的脸 感觉自己的小圆脸 都要被他们给捏大了 你圆姐姐做了小蛋糕 给你放在那里了 记得吃 我妈口中的圆姐姐叫圆圆 是保姆阿姨的女儿 刚上大学 最近他们学校的女生宿舍漏水 才过来借助几天 只不过最近吃了太多糕点 再加上我最近也总喜欢去找她 她已经松口 说拍完手头上那部戏就回家住 乔婉一读的戏剧学院 算是娱乐圈的新人 最近她穿着旗袍摇头子的视频 在某阴火里吧 现在算是个小有名气了 乔婉一还有自己的团队拍短剧 有时候我会拉着宋凌宇 陪我一起去围观 最近系统也没怎么出现了 有时候我都恍惚地怀疑 她是不是自己一想出来的东西 直到在乔婉一19岁生日这天 上一秒我还在气定神闲地 和宋凌宇展示我给我姐买的礼物 下一秒我的肚子痛了我直冒冷汗 宋凌宇吓坏了 额头上的汗珠比我额头上的还大 等把我送去医院 就被医生告知是急性懒尾炎 需要做手术切除 我痛得已经快要失去意识了 但突然想到系统说的桥段 于是虚弱地开口 别 找爸爸 找爸爸 爷爷重复了一遍 然后看向周围 乔宇呢 他闺女生死未卜 他去哪里了 我都快急死了 别 不用 不是 No啊 但是我已经被送进手术室了 旁边有护士默默地补充 老爷子 咱们医院的医生临床经验 都是很丰富的 而且就是个小手术 没到生死未卜的地步 我妈也在一边附和 但是爷爷不听 已经派人去找了 我躺在手术室里心如死灰 剧情这种东西 有时候还真是不可扭转 但是很快我就失去意识了 13 住院这一周 虽然请了护工 但是宋凌宇还是坚持 每天都过来陪我 他便招法地给我煲汤 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病人 这一周 我给乔婉一打了很多电话 那边都没有接 据说爸爸后来还是因为我 和姐姐爽约了 我心里还挺不好受的 但是也不知道 事情怎么传出去的 圈子里就开始传我和乔婉一不合 说我爸因为他 我做手术都没能到场 谣言不愧是谣言 真是越传越离谱 直到我开始去上学 班上的小姐妹 一个个同仇敌愧地过来跟我说 他们知道了 我在家里水深火热的处境 并且准备买水军 去乔婉一的微博图屏 我下得赶紧拉住他们 我们班是F班 就是私立高中传说中 那个凑齐了各种 卧龙凤厨的班级 我这才啼呼灌顶 我要是恶毒女配的话 那我的小姐妹们 可不就是恶毒女配身边的小喽啰 我一个个给他们 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告诉他们 事情并不像传闻中的样子 我挨个安抚 并且给他们科普了一波 买水军图屏也是犯法的 讲得我口水都干了 才勉强让他们信我 好久都没出现的系统 突然诈尸了 你也不用白费口舌了 他们的人设就是没有思想 没有特长的小喽啰 哪里有剧情需要 就往哪里搬 而且他们好几个 都会受到恶毒女配的刺场影响 不是被打脸 就是成为法制咖 我听得不舒服 他们怎么会没有思想 没有特长呢 我给系统一一举例 那个穿粉红卫衣的 他身材特别好 很擅长搭配衣服 我们买衣服 都是找他参考 那个正在涂指加油的 他做的美甲也很漂亮 比很多店里的都做得好 还有那个 在给语文教材的 李白画裙子的 他画风很独特 不一定以后 可以去设计游戏形象 而且他们之所以这么气愤 是因为以为 自己的朋友受到了欺负 我把身边的小姐妹 全都分析了一遍 让系统哑口无言 不过系统这一出 还倒是提醒了我 不能让我的朋友们 走上小喽啰的道路 14 乔婉一我总算是联系上了 他倒也不是故意不接我电话 而是最近在拍一部电影 去了比较偏僻的地方取景 手机时常有没信号 电影还没拍完 只不过那边的实景拍摄 已经完成了 乔婉一接下来的半个月 都在本市的影视城 我拉着宋玲宇去探班 刚好把生日礼物给送过去 让我意外的是 宋玲宇突然也准备了一份礼物 你不是不喜欢姐姐吗 和宋玲宇相处 从来都不需要拐弯抹角 她静静地看着我 阳光洒在她的睫毛上 瞳孔看起来呈现出一种 透明澄澈的琥珀色 可是你很喜欢她 她是你的姐姐 碎碎 我会永远站在你身边 她明明只是实话实话 却能句句戳在我的心上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爱屋及乌吧 我伸手揉了揉她的头 宋玲宇你真好 只是等我和宋玲宇到了片场 现场的气氛却是怪怪的 昨天我以姐姐的名义 给剧组点了奶茶 今天也和宋玲宇 一起去打包了小龙虾过来 但是没有一个人碰 乔婉一还在拍戏 那场进不去 说是要保护不被剧透 所以我和宋玲宇都在外圈 我心里觉得奇怪 等他们收场了 才进去化妆间找乔婉一 但是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了另一个鸡血音 请宿主快刀斩乱麻 不要优柔寡断 崩爽了女主的人设 乔碎碎本来就是 恶毒女配的人设 奶茶里面加油漆 一看就是她的风格 你就算不相信 这也是事实 宿主请及时解决 这个安全隐患 我突然猛了 但是一想我这个 恶毒女配都能用系统 姐姐作为女主 有系统也很正常 从另一个系统的陈述中 大致就可以概括出 事情的原委 我昨天送的奶茶里 给乔婉一的那一杯 被加了油漆 没做过的事情 就是没做过 我刚要推开门 进去解释 就听见乔婉一的声音 响了起来 我有自己的判断 也相信自己的直觉 不要用片面的 恶毒女配去形容她 如果你跟她接触过 你也一定会喜欢她 我突然感觉 眼睛热热的 15 事情的发展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等我到家的时候 家里居然来了警察 我站在一边 眼看着在我家 借助的圆圆 被警察带走 她跟我擦肩而过 眼神躲闪 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家圆圆 一向很听话的 她怎么可能害别人 一定是弄错了 保姆阿姨留审哭着 上前去拉圆圆 被警察给挡了回去 她见去警察那边走不通 于是又跑到我这边来 扑通一下 给我跪下 然后用力的捏住 我的手臂 碎碎 你平时心地最善良 你去求求先生和夫人 求求你姐姐 让他们把圆圆放了 她不是故意的 她一定知道错了 圆圆一脸冷漠地看着 却突然笑了 眼睛里的情绪 复杂又灰色 宋林雨上前 把刘婶的手拽开 将我护在身后 我拉了拉宋林雨 示意她别紧张 我不是当事人 没有权利为姐姐做决定 但是作为家属 我也不会轻易原谅她 从系统口中我才知道 我那天的奶茶的订单 刚好是圆圆兼职的店里的 倒不是她亲自 往奶茶里面对的邮气 圆圆认识一个乔婉的黑粉 那个黑粉 正好最近在做跑腿 她装作无意地向黑粉透露 奶茶是送去给乔婉一所在的剧组 果然在她的引诱下 黑粉给乔婉一的奶茶 加了油漆 圆圆之所以想要陷害乔婉一 是因为她觉得 乔婉一抢走了属于她的东西 刘婶家里七个孩子 圆圆是大姐 第七个才是男孩 家里重男轻女 圆圆曾用明媛昭地 她不仅要负担自己的学费 还要赚钱养家里的弟弟妹妹 父母对她非打则骂 长时间的忍耐 乔婉一出现之后荡然无存 她发现可爱礼貌的妹妹 不再喜欢自己做的饼干 温柔善良的妈妈 也暗示自己搬出去 给乔婉一腾位置 从心怀感激到心存不满 只用了不到一个月 在极端极度且不满的情绪控制下 她一步步把自己送进了警局 十六 乔婉一搬回了家里住 爸爸准备为她的回归 弄一个宴会 系统之前说过 我作为恶毒女配 有一个场景需求 就是去宴会上泼红酒 为此我还焦虑了很久 可是她今天却突然说 放心吧 我去看了全文 你的命格已经不是恶毒女配了 为什么 我疑惑到 系统支支吾吾 我们做系统的 一般来说都是看一下大纲就行了 谁知这个作者 根本没有按照大纲写啊 你现在就只是女主 平平无奇的咸鱼妹妹罢了 我 是真没想到 理由这么抓码 得知了自己不是恶毒女配 我心里的石头 总算是落了下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我和宋玲雨上了高三 F班的人 大多数都会选择出国留学 所以高考对于他们来说 没什么特别的压迫感 爸妈都尊重我的意见 想留在国内 还是去留学都看我的意思 当然宋玲雨表示 我去哪里 她就去哪里 姐姐的电影也上映了 电影大爆 让她从一个新人演员 直接提名影后 随之而来 她的粉丝变多了 其中免不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乔婉一新剧 一人分尸两绝 演一对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 她新发的微博宣传剧 下面却有粉丝 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 我的照片贴在了评论区 并且评论道 姐姐不愧是基因优选 相比亲妹 真的平平无奇 据说成绩也不好 只能上丝高 智商低 长得丑哈哈哈哈 这条评论很快就被删除了 但是还是被人截图下来 然后上了热搜 乔婉一基因优选 虽然热搜也撤得很快 但是炸出很多黑粉 不仅黑乔婉一 连带着也黑我 乔家的律师团队已经出手 抓了几个大黑粉起诉 后续造谣的人 更是见一个逮一个 姐姐第一时间发了微博 她有很多 你们所不知道的真诚与可爱 希望恶意离她远一点 她会永远是我语意下的小公主 我和家人 都会永远保护她的澄澈和明亮 这条微博下粉丝 都在说乔婉一姐姐立家满了 都在嗷嗷叫说 下辈子要当妹妹 谁知那条微博发了没两分钟 乔婉一画风突变 直接火力全开 像个机关枪 家里没镜子 尿总是有的吧 说我妹长得丑 也不看看 你是什么品种的赖蛤蟆 还真是生活索然无味 蛤蟆点评人类 你这么自信 是用多了飘柔吗 建议用开塞路洗洗眼睛 不然眼睛糊了屎 看什么都是一坨打扁 粉丝傻了 乔婉一发微博的速度 还真是让他们评论的手速都跟不上 第一次看到战斗力这么强的女明星 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 公司给艺人力的人设 与自身不符造成的割裂感 第一次清楚地看出来 公司发和本人发的区别 第一次想说 乔姐牛逼 当然底下也有少数人在说 乔婉一丢了女明星的涵养 说些屎啊尿的有伤风话 乔婉一直接回复 难道还要我跟她说 佛经里的慈悲与宽恕吗 后面还配了一个菩萨无语的表情包 讽刺意味拉满 当然发完这一句 乔婉一的手机就被经纪人给没收了 有家人为我撑腰 我也并不惧怕网络的恶言 我登上微博 把姐姐的发疯语录 全都转发了一遍 并且配文 姐姐说的对 十七 造谣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放在心上 可是那一句平平无奇 我有点难以释怀了 不仅是这个黑粉 还有系统也说过 我的人设里就包含了平平无奇 我坐在学校草坪上晒太阳 45度角忧郁的望向天空 宋灵雨好像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默默的坐在我的身边 宋灵雨 你说我有什么优点 宋灵雨私存了一会儿 然后认真的说 碎碎每一处都是优点 眼睛很大很亮 皮肤很白 身高刚好是167厘米 在描述我 算了算了 怎么忘了宋灵雨是我的脑残粉 我在她眼里多吃一碗 饭都能当做是优点 不过我这人向来也是忘形大 没过几天 就没怎么放在心上了 可是我却在过生日这一天 却收到了妈妈给我写的信 碎碎 灵雨来找我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最近困惑于自己 为什么平平无奇 我记得你小时候 有一次幼儿园放学 我去接你 你突然问我说 妈妈 要是我考上了清华呢 我回答 那我会为你感到骄傲 那要是考上了北大呢 你又问 那妈妈如果我考上红薯呢 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 如果你把红薯考得又香又糯 那我也会为你感到很骄傲的呀 你很开心 笑着蹦跋 那我不仅要考上清华北大 还要考出又香又糯的红薯 我说 恭喜岁岁小朋友有了新的愿望 岁岁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普通人 但是普通人并不是平平无奇 如果人人都去当老师 医生 CEO 那么谁去做好吃的外卖 谁去做好吃煎饼 谁又去烤好吃的红薯呢 擅长的领域不同 并不代表就平平无奇 你身上的闪光点很多 假以时日 自己就会发现 不用我来罗列 每一个妈妈对孩子最大的期待 就是她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我的岁岁 一定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18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珠 我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 她的爱让我有了 接纳自己平凡的勇气 有了突破平庸的动力 姐姐进来给我送牛奶 胡乱的揉了一把我的头 就当网上那些人都是在放屁 我妹就是最好的 虽然跟我比还是差点 我 你多貌美 但是大人大量的我 还是扑过去抱住了乔婉一的腰 在她怀里拱了拱 如果姐姐早一点回来 我的青春可能还会更精彩 我打定了注意 不出国留学了 最后一年 我和宋林宇都在努力学习 最后成功考上了本科 多年后 乔婉一和宋思玉结婚了 那场世纪婚礼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宋林宇成为了雕刻界的大师级人物 在她的作品获得世界级金奖的那一天 她向我求了婚 而至于我在17岁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到 我居然成为了一个私立职业学校的 专业报考引导老师 系统说 我能发现别人的优点 本身就是一种长处 于是 我就将她发扬光大了 没错 平平无奇的人 也可以闪闪发光 番外 宋林宇小时候刚到宋家 每天沉默寡言 每一次考试都是最后一名 宋思玉被父母要求给弟弟补课 宋林宇看起来很乖 每次宋思玉布置的作业她都能做对 但是一考试 还是最后一名 宋思玉捏她的脸 小鬼 你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宋林宇不说话 只用清澈又懵懂个眼睛盯着她 宋思玉无奈 只好自己去查了宋林宇在福利院的那些事情 结果才知道 宋林宇之前就被收养过一次 那家人有一个跟宋林宇差不多大的儿子 两个人读一个班 宋林宇成绩好 养父母喜欢她 养父母不仅忽略了自己的儿子 还喜欢拿他们做比较 亲生儿子是个大魔王 欺负宋林宇 抓蟑螂的幼虫塞进宋林宇的耳朵里 差点让宋林宇的左耳失聪 事情败露后 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于是他们把宋林宇治好之后 又送回了福利院 宋思玉知道后 找了心理医生 对宋林宇进行心理干预 结果宋林宇成绩上去了一段时间 又开始回到倒数 宋思玉这次不明白了 结果宋林宇埋头叼木头 只是说 她考倒数第一会哭 后来宋思玉才知道 在家弟弟口中的她 是隔壁那个小胖妞 小小年纪 被人家拿捏得死死的 全文完 在家弟弟口中的她